卓 看您保养得真好 这头发呀 跟段子似的 皇上今晚上卸在哪儿了 皇上去看安儿歌了 卓 家贵人遇袭了 家贵人 是 家贵人遇袭了 怎么多年了他都没有申冤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又怀上了呢 受到恩宠我也不缺呀 可别和旁人一个个都遇袭 我却一点东西都没有呢 不行 不能让他生下皇上登基后的 第一个皇子 你去 把小安子给本宫叫来 主 您冷静些 宫中连侍两子 皇上和皇后已经防范了 咱们不能对他动手啊 那您让我眼睁睁地看见他生下孩子吗 主 咱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能在皇上身边下手啊 再说了 家贵人也没惹您怨恨 他若生下皇子 也不会送去给皇后娘娘抚养 威胁到您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 家贵人和贤贵人毫无关联 不会助长贤贵人的威势啊 是啊 冯夕 你是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要听到沈游戏 我就想去害他 我原来不是这样的 卓儿 都是奴婢不好 你要怪就怪奴婢好了 不是 是 我受尽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不想变成这样默契 糊涂 这件事便是贤贵人做的 皇帝都还没处置 你先动起手来了 没贵人这次真是鲁莽了 既然是人证物证都俱在 皇帝都不立即处置贤贵人 你倒先冲进去乱打一通 你的心胸见识 就这么点啊 丧子之痛 急于心中 臣妾才会一时冲动 你这么莽撞 怪不得人家算计你 你都不知道 罢了 你回去好好死过 是 臣妾告退 她这是怎么了 太后 奴婢问过太医了 说是没贵人丧子之后 添了一道下红之症 往后没贵人再想伺候皇上 怕是没从前那么方便了 身子是一回事 见识更短浅 福家 你得去亲近哀家的老臣里 选学士灵的光患女子背着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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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